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开碎 有平顺的钢轨 有实时互联的通信保障 更重要的是要有电 没有电 列车就跑不起来 电是高铁动车的动力来源 宝兰高铁的用电就来自这些与众不同的电电锁 这个很有特点啊 为什么要贴这些脚印的 就是我们在每一个设备处要有注足 要对本该设备进行巡视 然后就是我们巡视这些设备的实际数据 就跟我们平常运行数据有没有变化 发生什么故障 所以有这些标记点 我们在工作当中可以快速的 对 快速的 对 我们快速可以交换这个数据 交换这个意见 同时这件可以很好的进行一个沟通 哇 好整齐 连线这个就是接线方式 接线很不规范 并且它旁边一些线盒子隐藏起来 各边的执办人员的那个运行巡视 处理过程带了很大的那个不方便 现在你看我们通过这次那个 就是宝兰客专这个实工工艺提供了以后 你看我们做的都很规范 接线是横平属直 巡视是一目了然的 这个就是查着故障的时候 值班人员很快就能查着故障 现后特别清楚 之前没有就是那个 包括我们那个普铁的锅编电所 那个蓝线锅编电所都没有这么做 只有宝兰客专 这是我们的一大亮点 把原本复杂繁乱的电线 变成一种赏心悦目的工艺 这种规范整洁的工艺 确保电力一秒不断流 不间断送往宝兰高铁 送往高铁的电 一路走了天 一路走了地 走天的那路电在哪呢 列车在高速运行过程中 我们往往只会关注窗外的田园风景 而看不到 沿途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设备 接触网 和宝兰线长度一样 沿途架设的接触网也长达401公里 和普通的电线不同 接触网架设的密度有讲究 要保持平直 不能旋锤 变电所传输过来的电 必须靠它们传送到车上 变电所出来的电 330千伏 然后它通过编压器以后 变为25千伏 25千伏以后过来 然后送到我们的接触网线上 接触网线上面以后 然后通过现在的数电工 咱们现在可以看到数电工 跟接触已经接触了 证明现在已经可以电 这个动车供电 对 所以它是这样下来 然后供电以后 车上有其他的变压装置 然后再变压送到发电机 送到这个电动机 电动机 然后驱动我们列车往前前进 能把接触网上的电 接入车内的 是这样一个神秘的部件 这个看上去 像倒扣的滑板一样的东西 就是受电工 这个机关藏在车顶 接电的时候升起 断电的时候收闭 一般我们很难注意到它 就是整个的 别看就是轻轻的挂上了这么一点 但是整列车都是它来供电 整列车都是它来供电 哇 好厉害 而且它这个接触 它的导电是要相当好的 要不然咱们知道 这么长的一列车 这么重的 要拖动它 那肯定需要的电率是相当大的 如果接触不好 那它会烧 所以它的导电性 导电工的滑板 以及我们的接触线 然后都要求都是比较高的 像我们接触线 那一般都是同的 25000伏的电进入车内 再通过变压 供车内各种用电设备来使用 高铁速度极快 接触网和受电工长时间摩擦 难道不会把工锯断吗 为了实时监测它们的情况 这辆列车里 有一个专门的监控室 在实时记录和观察 它们的工作状态 就是网跟工如果接触的良好 如果离开了肯定就没有电了 咱们知道有电弧 电弧是因为离线 离线以后才会拉电弧 如果紧挨着的时候是没有电弧的 那么电弧产生的危害有多大 电是电火产生的危害 会把这个电线给烧断 那这就没有电了 所以我们要看接触网跟它的离线的情况 我看一下 就是不是我想象当中这个电线是直的 而是好像在这个左右摆动 为什么要这样摆动 左右摆动有它的好处 因为咱们知道 如果用一条绳子去直接在某一个部位 持续的拉的话 相当于这条绳子就是一个距移 会很容易把它剧断 为了让它磨 这个什么 磨耗的比较平滑的话 那么我们会把接触网设计成来回走的样子 那么它就会从这头到这头 这头到这头来回的话 然后整个的磨耗都是比较平顺的 这样的话就比较好 还有一种情况 如果这个时候如果某一点 如果磨下去了以后 它会形成一个凹槽 凹槽的话 如果那线下去以后 你线肯定不会 永远都是直的 某个地方会一片的话 它会把线马上拉断 这很危险 很危险 不利于咱们对机车攻击 工作人员之所以能看到 公网的工作情况 秘密藏在车辆的底部 红外高速相机自动抓拍 检测 报警 将数据实时传回动态监测室 它能在跑动中不停拍摄 发现任何细小异常 现在是实时的一个情况 看出来你看它速度很快 但是它接触量好 没有拉火的任何情况 如果有拉火的情况 这下面就会闪光点 跟咱们现在灯光一样 会出现一个闪光点 那么咱们知道 这个像刚才那个 有一个闪光点 对吧 这就可能是那个部位的 状态不太好 这个时候已经有一部分的录像 有十针的 就是有十个照片会发到我的 六岁追击 飞丝追进去 做出这一步的研判 然后从而来决定 休还是不休 连续获得的画面 形成了车上的实时监控 过滤出来的告警信息 会第一时间被传到地面分析中心 由专人进行分析 我们车上看到的 仅仅是一个全景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这套系统 在这儿分析的时候 可以看到它红外的报警 局部的报警 这个是什么 高清的情况 通过几种数据格式的分析 我们就可以确定 确陷到底是 是确陷 还是不是确陷 对疑似的情况进行确认 检测数据通过这个图 我们现在可以看出 这个 有一个131度的一个报警 131度的一个报警 如果温度再高 很可能会烧断 它这种情况 那么通过这个报警点 我们来可以判定出 你看 然后它有一个强烈的闪光 这可以近似的认为 这个地方就肯定有离线 然后这是比较危险的 然后就把这个设为一个缺陷 为了观察设备 是否有更细微的致命缺陷 还有专门的高清检测车会出动 这种车为高端配置 全车24个摄像头 每个2900万像素 两秒时间内 可以在两个电线杆之间 拍摄76张照片 照片可以无限放大 高铁列车的驱动动力 和车上设备用电 都靠接触网工电 神奇的是 它自己还能发电 上波的时候 我们需要运电的 这时候需要把电能 转换为适能或者动能 那么咱们用来爬坡 对吧 或者是往前前进 那么下坡的时候 这时候不运电 不运电怎么办呢 就像我们7四星的下坡 不运力一样 那么我要把这个力运起来 通过一系列的滤波带手段 然后使我们电流 电压都比较平稳 那么发出来 像我们这一趟车 如果发出了电 那么后面的车 马上可以加以力运 就是我们就把称之为 上坡是电能变势能 下坡是势能 或者动能变电能 然后再运电 后车运电 加以复运 或者所以说 这种刹车方式 或者这种制动方式 我们可以称之为再生制动 它是一种绿色 有环保的一种方式 对整个这个啥 我们未来的发展 是一个好处的 上坡用电 下坡发电 宝兰高铁建立了电能监测 和回送系统 列车下坡时 将再生用电 反送回接触网 这种电能的有效使用 和再生的绿色环保思路 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 走出去的高铁 也将采用这样的方式 天上的电讲完了 还有一路走地的电 在哪呢 你现在在干什么呢 就是要检修吗 对 检修拐道电路 电路 对 完了之后 它是从史类发送到接收 接收再经过桥仙单元 这一系列 完了送到拐面 咱们就是这钢拐的拐面 明白了 这是送出来的电流 通过两根钢拐 钢拐 再经过这两边的防腐线 往来送到树爪 对 这根钢拐是这两个电线 对 这两根 往来经过这边 是这样过来的 对 一直组到这边 这个电缆线是经过这两个头 对 这两个头送到这边 哦 明白了明白了 原来钢拐真的是有电的 对 那我走到上面起 不是很不安全吗 这个没事 咱们一般的拐道电路测出来 都是一点多左右 一点三六 测出来是一点三六 三六幅 咱们的安全电压是三十六幅 所以对 还是安全的 哦 这个没事是吧 对 没事 铁轨上的电压微弱 它既不能给高铁提供动力 又不能给车内照明等设备提供用电 那么铁轨上的电能起什么作用呢 这里是电五段信号机械室 这里放着巨大的轨道电路设备 铁轨上的电由它发出输送指令 同时也由它负责接收 铁轨上的那些电流也都是要经过这些电缆吗 所以通过这些电缆才送到咱们这个铁轨上去 发送接收设备 又通过它跟铁轨连接 它主要就是对咱们实位铁轨上是不是有车占用 进行一个检查 铁轨上的电不仅可以准确定位车辆在轨道上的位置 还可以检测车辆经过的速度 铁车通过的时候 就是这个车应该是停车 还是跑多高的速度 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应答器 给它发送一个信息来进行控制 可以简单这么说 它的信息是变化的 里面就是包含了一些速度信息 就是列车运行的速度控制信息在里头 所以就是不要看只是这个很整齐的一根根的这个电缆 但是里面可能输送的每一段的这个信号 发送出去都是不一样 不一样的 还有好多信息都是通过这个电来送出去 又很精密 又很严谨 对 哇太厉害了 整个机房就是一个智能的电路系统 这套系统既与线路上的列车相连 同时也和各站点调度室相连 这是我们这个通过跟咱们刚才看着的那个轨道电路控制设备 来把它的信息来反映到咱们这个控制台上来 这表示这个绿灯开放 白色光带进入准备好 列车往这个方向正在运行 我们每一个轨道区段它占运之后它都有一个光带显示 就是靠我们这个轨道电路设备 坚确定位这个设备 就是咱们列车在什么位置运行 接触网的强大电力推动宝栏高铁列车高速前进 其后面的动力来自于全面创新的线路工艺 实时供网动态监测系统为平稳安全行车保驾护航 地面的电路系统电信号准确追踪定位 列车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的位置 围绕宝栏高铁 这天上地下形成的巨大电网 像一只无形的手全面精确地调度着全线列车 除了这些 宝栏高铁还有哪些有趣的事呢 我们只知道高铁列车是朝发夕制的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列车是白天风跑 晚上必须入库休息的 由于速度快跑得多 每48小时列车就需要全面检查一次 因为咱们这个动车跟咱们这个家里面开的汽车一样 实际上我们这个动车所就像咱们这个4S店一样 对这些动车就是日常的一些预防性的一些维修保养 实际上我们这个运用所实际上就干的就是维修保养的这个工作 晚间入库 在车辆进入检修库时 动车组要以每小时10公里的慢速 沿着铁轨通过一套特殊设备 它是一套图像检测系统 通俗地说它就是一台动车健康扫描仪 由于黄土高原封沙大 这条线路极一堆车体形成微小瑕疵 这套设备每天做的功课就是找不同 来就让我们的分析您这边仔细讲解一下自动匹配的原理 这个地方它是给我们圈出来了 然后双击它就会出现这一套的自动报警的图片 很历史的对比图片 对比两套有什么不一样的 那现在有看出不一样吗 这个它是光线亮度不太一样 它就会给你自动框出来 然后我们就去分析它 那现在这个报警是有效的还是 这个报警它属于误报 首先是它通过系统自动去识别 系统识别完之后 我们人相当于就是说是在计防的第一道关卡过之后 我们人防是第二道关卡 第二道关卡其实在后面还有说 现场车体入检修库之后 通过其他的检修手段 还有一层的检修 巨大的列车从入库到出库 停留在4S店的时间 最多也就五六个小时 细致的同时也要求抢时间 对整列车那么多零部件来说 地面维护人员有必须重点关注的部位 实际上我们一级修检修范围的重点主要是对车下走行步 也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车下的这个轮子 咱们这个轮对进行重点的检查 另外一个呢就对车顶高压 就咱们所说的受电弓 这两块呢是咱们重点检查的一个项目 高速行驶中轮子磨损很大 不仅要经常检查维护 它们还会定期进入这个整形车间做小手术 专业术语叫轮炫 这样这台设备 其实就是我们动车组轮队的整形医生 在我们以前对于这个轮队 这个维修的过程中呢 是把我们既有车的这个轮队 要更换下来 经过一个一个单独的一个炫床 进行检修 这个过程有很多不变的地方 每一条轮子单独卸下来 单独去进行一个维修 然后还要再恢复回去 还有一点 每一个人他对这个轮队表面的这个测量 因为有人为因素 它是不准确的 它多多少会有误差 通过这台设备 我可以让动车组 在不更换轮队的前提下 通过动车组的运行 然后把他的轮队 直接进行选修 经过15万公里的 小的擦伤 都会对高速行驶中的列车 造成鞭驳和震动 影响行车安全 选修通常是成对来进行 选修的尺寸和精度 都由计算机控制完成 这台车正在进行的 是全列车的轮选 是相当于两个刀头 它是经过测量以后 同时做同时工作 这样可以保证 这两条轮子 它经过炫修以后 它的直径是一致的 这个轮子老这么炫 那最后不越线越小吗 我们对轮队的直径 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新轮队是890毫米 当它被炫修到820毫米的时候 我们就要对轮队进行更换 它的寿命也就到头了 为一辆车做维护保养的人 每次都多达一两百人 对于关键部位的检修 再小的事都是大事 您好 请问您在检测什么呢 您好 我在给螺栓涂打防松标记 防松标记 对 那怎么弄啊 把这个 往螺栓上涂成一条线 然后在车运动的过程中 如果有螺丝颠簸发生松动的话 那就会发生明显的错位 这样 以便于我们的日常检修人员 和我们维护人员 更有更加清楚的发现 它有松动的现象 如果有松动的话 从今按标准例句 紧估完以后 再重新涂打这个防松标记 这个小伙子所在的班族 五个小时要检查一万多个螺丝 车体完美 是列车安全运行的首要条件 但是 对整车运行状态的控制来讲 车上有一个黑匣子 不得不说 这块是 它的大脑在哪里 所有的 到这个 黑匣子就是这一大块 不是 不是这 就是下面那一块 下面这一块 这个地方设备 它记录着整个 动手组运行过程中 牵引 制动 还有各个辅助设备 充电机 续电池 空调 所有的设备 运行状态 它这里都有记录 全程记录 黑匣子就是中央控制单元 它记录着所有列车运行的数据 数据可以下载 也可以远程监控 即使在列车行进中 也可以及时提示故障 并随时检修 最大的安全就是及时发现隐患 并把它消除在萌芽状态 大道车轮 小道螺丝钉 还有背后庞大无形的控制系统 401公里的宝兰线 它的高品质 是用智慧 责任和使命 凝聚而成 这条线的开通将极大的缩短 西部到中东部的时空距离 再一个就是从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当中 对四处之路经济带的建设 将起到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 从区域经济的角度来说 将对甘肃青海 新疆的丰富的文化自然 旅游资源的开发 人员的流动 还有相关产业的促进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曙光映红天际 经过一个晚上的修正 和谐号缓缓驶出库房 停车场里 正装待发 宝兰线 这条分毫必较的高标准线路 由它传联起来的 文化和经济的大融合 将推动我们在新思路上 继续前进 面对恶劣环境胁迫 胡扬选择长寿 它们却自甘短命 科学家不懈探索 揭秘生命密码 敬请收看长寿胡扬 与短命植物